随着国澳在泰国进行拉练,一场劣声赛,也在国澳121与泰国的北孟国大学队之间展开,尽管对手是一支大学生队伍,但其实力,还是与职业球队更加接近,泰国超级联赛不少球球,都出自正英大学,所以对于国澳来说许多胜利,并不算容易,上半场比赛国澳并没有适应比赛的节奏。 北孟国队利用一支点球,涉及光复了国澳门将郭全国打手的大门,上半场结束国澳林,一日后对手,从比赛的场面来看,北孟国大学队的前场配合默契,向各自球员的灵活传控,不断威胁着国澳的后防线。 西东克在专场清洗时间,必须做出有限度数,随着裁判的一生设想,下半场一边大战,西东克根据场面做出了人员的调整。 21岁赵普金颜顶号,以及圣花花西数登场,西东克的这一晃人调整果然最像。 西东登场的21岁赵普金颜顶号,以及圣花花双双完成了开外地,村村井上天荒。 国澳在下半场统治了比赛,恐怖的攻击线,在下半场狂轰旅行。 国澳在先冬一球的群困项目,一道胜贝纳鼓大协队,其中表现最为出色的,就是目前效力与广州恒大的前锋21岁赵普金颜顶号。 他要利用个人能力给对手的后防线持续施交压力。 本地进球也是对这位年轻前锋的包奖,可以说这一场五,一的胜利意义非凡。 我知道在六年前,国足存在主场一,赌负与泰国男足。 那一场比赛,对于中国足球来说,简直就是耻辱。 尽管对手并不是泰国的国富号球队,但对于国外来说对阵泰国足球队里, 一道胜也是一种完美复仇的方式,尤其是21岁赵普金颜顶号在前场的超强表现。 目前,颜顶号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连轮生涯,加盟了广州恒大。 与21岁炸施机,目前的实力率足中超并不是太大的问题。 这也是颜顶号,让悬崖之灯感到远禅的原因。 希望接下来的国澳,能够积极备战。 为即将进行的奥运会议选赛做足准备。